讨厌 新婚夫妻度蜜月住进朋友大别墅 竟妄想占为己有 老公 如果阿木可以把这房子 借给我们住一辈子就好了 两人随即进行了深入交流 事后妻子小梅独自去浴室洗澡 却突然尖叫出声 老公阿木闻声赶紧跑过去查看 结果小梅只是跟她开个玩笑 你吓死我了 老公我刚才好激动哦 好喜欢这个浴缸哦 三魂七破了在里面你吓飞了 要不要 两人紧接着又是一番交流 丝毫没注意门外有人盯着他们 次日一早两人起床后 小梅收拾床铺的同时 阿木检查了一下冰箱 发现里面只有几瓶矿泉水 于是便让小梅待在家里 他去超市买点湿的 等阿木出门后小梅就站在椅子上 擦洗室内门上的玻璃 可他突然听到 某间屋子传出八音盒的声音 他狐疑地朝声音传来的房间走去 紧接着猛地推开房门 却见空无一人的屋子里 摇椅在不断晃动 小梅害怕地一把按住椅子 随后等两人吃饭时 小梅竟吃到了一根长发 当即恶心地他跑到浴室去涂 阿木也顿时没了胃口 赶紧跑去查看小梅的情况 毕竟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当得知他没有哪里不舒服后 两人才都松了口气 可当阿木洗完澡出来时 却发现小梅不在房间里 等他找了一圈后才看到 他躲在另一间卧室正对着镜子梳筒 阿木慢慢走过去 小梅突然回头 当即吓得他魂都快飞了 他生气地丢下妻子回到卧室 次日阿木带着小梅来到了 他从小长大的孤儿院 阿木交给院长张妈一笔钱 让他给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 张妈顿时感激不已 自从我接管了孤儿院 就没能让孩子们吃好穿好 比起我小时候 他们给人幸福多了 这些年多亏你回来关照这些孩子 随后张妈又带小梅去看 阿木小时候的照片 发现在大家的合照中 有个男孩不合群地站在一边 这个男孩是谁啊 他是小山 不过呀 十多年前出意外死 小梅从张妈那里知道了很多 阿木小时候的事情 当晚他原本在享受泡澡的乐趣 怎料下秒他竟发现浴缸里有个异物 当即吓得尖叫起来 阿木赶紧冲过去查看 但他找了一圈 只看到一个布娃娃 他以为是小梅精神太紧张 从而产生了幻觉 便温柔安慰了他许久 这才慢慢打消他的恐惧 但当他看到阿木手里的布娃娃时 仍然非常害怕 把那个娃娃给我扔出去 阿木赶紧按他的花照做 次日阿木还是带着小梅 来到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表示小梅可能因为突然换了环境 有些产前抑郁 需要多出去走走放松心情 但他却觉得室内栋别墅有问题 阿木虽然嘴上安慰着小梅 心里却有些不踏实 这天晚上他又从噩梦中惊醒 阿木从妻子小梅口中 听到前女友琴琴的名字 心里当即咯噔一声 为了避免小梅误会 他只能谎称两人只是儿时玩伴 自己梦到他 也是受小梅半夜梳头影响 因为琴琴经常拿这件事吓唬人 就在两人正讨论时 门铃突然响起 但等阿木把门打开后 却只在门口地上发现一个铁盒 打开后里面有张纸条 不过阿木没让小梅知道 骗他说门外什么都没有 便偷偷拿着盒子跑上楼去 并很快出去了 而待在家里的小梅 看着楼梯中间的那幅画 越看越觉得恐怖 便生气地上前要把它摘掉 却从里面掉下来一张纸条 就在他看着上面内容毛骨耸然时 门铃却又突然响起 他战战兢兢地把门打开 却只看到一个盒子 里面竟也是同样内容的纸条 于是夫妻俩都认为背后有人搞鬼 便在别墅各处都装了摄像头 阿木负责把那个人找出来 怎料小梅半夜醒来却发现 原本该在看监控的阿木 竟消失不见了 他赶紧回看监控记录 发现阿木竟身穿雨衣手拿铁锹出门了 正在他怀疑丈夫为何要出门时 身后突然有个黑影闪过 他赶紧跟上去查看 却发现人影好像进了那间上锁的屋子 他用斧头劈开了门锁 随即闯进了屋内 在这里他竟看到之前被丢掉的娃娃 还发现了阿木和一个女孩的合照 就在他疑惑时 当即吓得他尖叫着逃出了门 慌乱中却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去 直到阿木回去后 才紧急将满身是血的小梅送进医院 但不幸的是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 几天后阿木接小梅出院回家 他静止朝那间屋子走去 正当他看着那张合照陷入回忆时 阿木这才说出了陈锋的往事 原来他和秦琴是青梅竹马 一快在孤儿院长大 他还亲手做了一个娃娃送给他 但长大后的秦琴却开始嫌弃他穷 你能给我什么呀 宝珍 别说 还是一屋子的钱 我现在没有 以后会有的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阿木 我不再需要布娃娃了 我需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说着把新男友给的钱让阿木看 随即他接了个电话就准备了 却被好友阿明用巴音盒砸死 之后将他的尸体给瞒了 秦琴没有死 这是我从那个女人头发上拽下来的 不可能 秦琴已经死了 昨天晚上阿明还带我去看她的尸骨 小梅文言立马要报警 但却被阿木拦住 因为阿明是为了帮他才杀了人 随后他表示会劝阿明去自首 恰好此时门铃又响了起来 阿木赶紧出门查看 却又只看到一张纸条 这被人窥视的感觉 吓得阿木立即要搬家 但小梅却认为他肯定隐瞒了些什么 于是当晚他趁着阿木睡着后 跑去查看监控视频 发现盒子是被一个白衣女人 放在门口的 为了把那个女人引出来 小梅特意半夜跑到有梳妆台的房间 对着镜子梳头的同时 念叨着让女人出来找她 果然不久后女人就再次出现 一直将小梅引到野外 才告诉她一句话 为了验证白衣女人的话 次日小梅找到张妈询问阿明的消息 怎料竟得知阿明就是小山 她在十几年前就意外去世了 那为何阿木却说自己刚跟阿明见过面呢 还没等小梅弄明白这件事 她在客厅桌子上 发现一本房屋转让合同 是袁大明转让给阿木的 恰好此时那个诡异的女人又出现 差点把小梅吓死 随后她才从对方口中得知了所有真相 原来琴琴是小韩同父异母的姐姐 她从小被父亲袁大明送进孤儿院 后来小韩得了白血病后也被父母抛弃 是琴琴帮她筹集医药费 怎料她却突然消失 小韩悄悄跟踪她男友阿木 发现姐姐刚消失 她就从袁大明手中满了别墅 并很快交了新女友结婚 于是小韩认为姐姐的失踪跟阿木有关 为了让她说出真话 便故意装神弄鬼吓她们 这才得知她把姐姐杀了 埋在了别墅不远处的山上 而她嘴里的阿明 则是她幻想出的另一种人格 得知真相的小梅劝阿木去自身 并表示阿明是她幻想出来的 但她丝毫不相信小梅的话 还将她给绑起来差点掐死 幸好阿木的人格及时苏醒 小梅这才得救 但阿木却发现 她已经控制不了阿明的人格 于是为了将她彻底扼杀 阿木毅然从楼上跳了下去 算是为死去的情情赎罪 人只要做了亏心事 总会受到良心的谴责